大家好 欢迎收看朋友们 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有好几天没有营业了 主要是太忙 但是我有空还是打GBL的 我主要玩这个Grade League Remix 这个赛季我非常喜欢是Remix 一开始就有我们就喜欢这种有限制的这种Cup 然后这里我用的这种是雪香蕉大佬 大家可以在YouTube搜索Bloody Banana Pokemon Go 他们就会看见我们群的一个大神雪香蕉 长期在第一页GBL的Leadboard上面的一个神级人物 他当然这不是他的原创这种 但他那个视频播出了他的一个朋友 用这个阵容打出55剩5负的恐怖战绩 就在Grade League Remix 这阵容我当时一看就非常的喜欢 这里的宠都是我的爱宠 是吧 大家知道我对秃鹰的感情 我对这个独龙枣 独龙传 当时后来把这个名字改了 因为不雅 是吧 现在清朗行动 这独龙 秃鹰是我非常喜欢的 然后雨天泡泡我也是一直非常喜欢 但是在Open在Open Great League的环境下面 这三个都是各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在Remix上我一看见雪香蕉同学他推荐这种我就想试一下 结果这仪式效果出奇的好 比我之前玩的那些阵容爽多了 我一直用这个阵容 一直打 每天大概打个两三个set都是心情愉快 很少negative 大部分都是非常positive的 好 我现在是今天就正好有空录了一下 我一般觉得录视频就会战绩不佳 但是今天想着好几天没营业了 就把这个录视频打开了 好 这个雨天泡泡 在这里人家用Lanton骗了咱一个削弱版的天气球 但不要紧 他ShiningLanton面对独龙 应该是可以说是毫无办法 是吧 毫无办法 咱们直接把它farmdown 还是要给他一个aquatelle再farmdown 我没有farmdown 我想的是懒得再吃一个standerball 直接挤arrange 打死了 那也行 因为面对独龙 这种好处就是他大黄蜂在出来 他是没法把我farmdown的 他必须交出来一个盾子 还要扔出他的能量 可以说他是亏大了 他这样就相当于他把我骗我 歪了波的优势给扔掉了 是吧 同时咱们还有更好的 更好的对付他的密封的东西 是吧 好 雨天泡泡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 打别的水 是吧 我小号没有雨天泡泡 虽然有一个 但是iv不是特别好 懒得投资 总可以抓到更好的 是吧 因为雨天泡泡投资一个还比较贵 小泡 成业不是很多 是吧 所以我小号就是用对面那个水箭龟配这个阵龙 水箭龟加毒龙加图鹰 也还行 是吧 水箭龟跟雨天泡泡比 就是他的hydrocanon要慢 但是要比威力要大 威力已经被削落的有点惨 是吧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对付水 别的水没什么好的办法 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不如别的水 以用hydrocan强打也可以 然后他那个ice beam还是比较划算的 是吧 像雨天泡泡碰碰见草 碰见龙都是很头疼的 好 这以水对水 然后这是个dragon跳的 我这是第一次碰见 我之前碰见过好像碰见过water waterfall的 雨天泡泡不要紧 但是他dragon跳的 咱是打赢的 然后我们的毒龙上去也不一定打得赢的是吧 这次怎么办 但是好在他的大招 我的想法是当他把大招放出来 因为他大招打在我身上是要出1.6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换下我们的突婴 我们突婴是作为那个沙包的 也有机会他没有一个对付突婴的一个好处 他用上他的这个追评 追评打突婴实际上是比较吃亏的 尤其他还少一个盾 我们还是l slash的这个突婴 所以打追评 当然他带了slugbomb 那就是另外一说了 是吧 好 但slugbomb确实打追评打突婴就更加稳一点了 但是还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你看看他追评的也是比较难 他很难farmdown 是吧 然后他又只能用slugbomb 至于他能量耗尽了 那就会被我 哎呦 还没有把能量耗尽 那行 反正咱们有盾 挡一下 再把你farmdown 也是一样的呀 好 咱们这里换上毒龙 好 这里大家记住 毒龙1v1盾对付雪妖女是赢的 你直接阿瓜跳就可以了 是吧 看起来就是毒龙的可怕之处 这也是在ultra league的时候你的bark 你的皮操落后 是可以超越属性的克制的 当然毒龙除了皮操落后 还有他的dragontill 确实威力非常的大 你看这里 冰的一个阿瓜跳 然后再来一个wireboard 是吧 双连招 将这个龙尾的这个美拉斯带飞 还是一场比较惊险的胜利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皮操落后的情况下 你反压制属性的不利状况 好 这把我印象非常深刻 奥巴马Snow 如果你看雪洋交大佬的视频就知道 奥巴马Snow是整个corebreaker 三个人加我打奥巴马Snow都是打冰的 那怎么样 那是个teamworker 这就是为什么你图音一定要带lslash 我想骗一个 安德基波失败了 但是不要紧 气象球被削落 不光是我的水泡落了 你这个奥巴马Snow也落了 也落了 是吧 大家看我们这lslash的图音 一样把奥巴马Snow打残了 打残了 然后我们还多一顿呢 他还挡了一顿 他不知道是overfarm了还是怎么样 好 这里我们用毒龙来farm 再次反压我们的属性的不利 他肯定是手滑了 他应该有歪了波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放出来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大黄蜂面对我们的毒龙 咱们直接outrage 直接打死 然后他在离球再来 已经没有用了 咱们毒龙是多一个顿的 是吧 他看这个毒龙就这么屌 虽然离球是克制我们的 你的小招打我们shumereffective 但是我们的大小招打你身上 那是贼疼呢 然后我们还多一个顿 然后我这里想要挡了 我不说也了 打了一个outail之后 就甚至都懒得换了 直接把dranktail下去算了 当然换了也行 换了也是妥妥的了 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还要坚持 一定要咬牙打到最后 他的奥巴马之后能够一个打我们三个的情况下 依然被我们给压制住了 他即使奥巴马之后放出歪了波 我觉得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们的雨天泡泡的血量还是很多的 吃几个妈的棒也是不怕的 Mandy bus 我一般喜欢 这里雨天泡泡的首发很多时候是一种中性对局特别的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倾向于骗大招 用这个toyn来骗大招 当然这是骗失误了 他一直没换到 咱们就一直耗下去 反正toyn的这个小招展能量也慢 咱们就一直耗一直耗 好 他终于换成了他的empower 地脚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是吧 但是因为地脚反而在 我觉得他remix还没有在open好用 因为remix反而他的克星会比较的多 尤其是这个泥巴鱼 是吧 我的独龙 地龙眼就是比较怕泥巴鱼 因为独龙跟地脚都怕泥巴鱼 好的 我farm down了 这里不要紧 咱们多一个盾 我们选择用独龙 是吧 独龙有能量是非常爽的 咱们把多的盾利用起来 将地脚发不下去 然后独龙生带能量的独龙 是非常可怕的 好 你看直接outrange 是吧 下一个是个水 从下1v1顿的情况下 咱们是稳赢啊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在呢 我们后面还有个雨天泡泡在啊 所以说稳赢 这个psychic 这个水鱼也是很猛的 他的psychic打着我们独龙身上还是比较疼的是吧 好 我们一个outrange他没挡他就直接激进了 实际上他挡他也是输 咱们还有雨天泡泡还有个sander 他一个psychic 应该是打不死我们的比较健康的雨天泡泡 这一个sander他就废了 何况他那个血量估计不用sander 如果他挡的话 他的那个血量应该不用sander还搞不死 好 我们现在是rank18 好 要找到一个上一个season的R24大佬 好 这里碰到macham也是 这种中性对局咱们都称取去catch 当然catch输了的话就输了吧 你咱吃了一个wrongslide 那又怎么样呢 好 目的把他们的对方的那个刚给引出来了 macham加地企鹅的阵斗 如果碰到talkscore的话还是比较惨的 当然talkscore反而不是很常见 我其实觉得在这个模式里面talkscore也还可以 但可能就是打血驴不是很给力 好 好 我这里摊了一下 这里摊了一下 改了 要吃一个gero pack 亏了 不过打好像打不死了 继续发不当 如果他不让我发不当 换上macham我也赶快换上我们的毒龙 这应该是个rockslide 咱们把它farm down 好 直接就倒了 看他换我们是不是一个克制毒龙的 最后一个 哎呦 是这个小子那还是有点危险的 这 这个气球他说ic wins super effective 头疼 好 怎么audry你来了 因为我们被debuff了是吧 所以我们以为他不会挡 结果他挡了 好 结果我们来 哎呀 哎呀 我们再来个combo 结果失误了 反正被他骗个大招 是吧 所以这把就输掉了 我还是记得这个 他没有farm到 我觉得我还是有希望的 结果他能量实在是多的超乎我的想象 一个ic win之后 然后又hacks了两下 连shallow ball都扔出来了 直接将我打死 这把可惜了 我们的失误就在于那个 那个wide ball没有放在他的那个气球身上 被他给骗到了 可惜 没有打出5比0的加技 打了个4比1 所以呢是搞得我不甘心想又打一把 当然我不甘心还有一个原因 是我看见是这个这个界面是吧 所以对于我再打一个赛的 不论成绩怎么样 咱都可以看见我的分数了 当然这是我的第三个赛 刚才那个是第二个赛的是今天的 所以是四身一副 然后第一个赛的也是四身一副 所以我们战绩还是很好的 好这里对方先换上macham 我这里是换的有点慌啊 我觉得应该换毒龙的 因为毕竟对方是接鸡拉齐是吧 那是有点不过当然 不搞来bt switch也可以 这样他的鸡拉齐没法farm 把我的毒龙给farm下去 好 我看他这点血鸡拉齐也是很难farm下去的 他故意是要吃一个farplay的 哟 结果他突然出现了这个 我当时要呆了 这怎么办呢 我只能用毒龙上去 毒龙搞不硬鸡拉齐啊 我只能强打他这个dragontail的 这个dragontail的这个 这怎么办 我只能打 你看他一个阿瓜跳 然后他还有一个阿瓜跳 这么多能量我当时呆了啊 亏了 当然因为我不知道他后排是 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是吧 一般来说lability switch好处 就是你可以防止你的毒龙对上激拉齐 但lability switch的坏处我以前也说过 因为鸡拉齐他既然是鸡拉齐手法 他后面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怕毒的 因为鸡拉齐是嗑着毒 你把那个毒作为lability扔出去了 可能反而会麻烦 但是刚才正好是另外一个情况 所以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谁知道他三号位是一个 这个shadowgarrados还在dragontail 他不是dragontail 好 这个op school非常的流行 这也是为什么d龙眼在remix不好用的原因 op school首发d龙眼的勾魂眼加d企鹅都是怕他的 也是不好搞 所以我一般碰巧op school 我是想争取去catch他一个lability switch 我以前都是比较成功率比较高的 但这一把现在运气不太好 但是那我说过这又是一个反反打 这个抵抗住属性劣势的是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秃鹰扔出去之后 血铝他并不一定有多舒服 大家看见没有这个血铝 好我这里可以换了 可以换了把我toying给保下来了 是吧 然后使我的这个villable能够打在他的这个血铝身上 还是比较爽的 但是他的shadowboard也是非常疼的 我这里咬了牙挡了一下 毕竟op school的那个nest nest 是死不了人的 shadowboard才是真正可怕的 一个villable 互相都没盾了 让他打死不要紧咱们 咱们用了毒龙来farm 说过有能量的毒龙还是比较可怕的 当然只farm了一下 他的血铝已经不足为律了 血铝只只有一个转个条 哎呦不过又是这个家伙 又是这个家伙 好这里cmp太我当时松了一口气的 我特别怕他cash 好他又是用shadowboard shadowboard应该是比icewin打的血多一点 但是还是没打死 那就没问题了 一个outrange 这里毒龙一定要带outrange 我一开始是带这个ganshark 但是在remix先 这个妖属fairy没有那么多 但是鬼比较多 像刚才有两个鬼 你的ganshark一个ganshark要慢 第二个ganshark打鬼不给力 好这里碰见地企鹅 其实不好说 这个是比较中心的对决 而且我也不好 不特别好换 因为后面两个打地鞋也没有没有多优势 好咱们要做的就是不被他cash 这时候扔上毒龙 我一般的玩法是给一个villable 然后换上我的毒龙 我这回换上 换上给一个villable 换上我的toyin也可以 toyin是可以扛一个outrange的 然后给他一个fallplay 因为他已经吃过一个villable了 这个fallplay他不打的话是可以被farm下去的 不会被farm下去的 他说错了 他是outrange应该是他赢 他赢 但是他把我还是可以把它farm下去的 好 然后三调来了 然后挡还是不挡 好的 没挡了有毒龙 对 他后面也是toyin 他等于是用他低企鹅来 但是低企鹅面就是比较怕fighting 是吧 就不像ponyoffscore 和machamp没有我雨天泡玩的们从容 好 对方有两个盾 DG刚才我们看的是一个盾 如果没有挡outrange 咱们是输的是吧 但是两个盾的话 咱们直接用actyl就行了 我觉得直接用actyl就行了 不一定 但是我们的好处是 他是snar的 光他我是lsnash 他是snar 他snar 他说明他放大招速度比较快 但是他小招的伤害比较的小 所以呢 咱们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的雨天泡宝还活着 雨天泡宝这点血 他也别想用小招干掉我们 小招必须放出他的大招来 好 然后他放了他大招来 我们就可以把他给干掉了 行 往回面子 哎呦 赢了也赢了一把 我们看现在开始才R19 就找人的时间就开始藏起来了 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 但我最近也打的慢的好处 就是你在后面找人一直特别快 好 那是lapras换成hippo 我这里有点卡是吧 特别着急 他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这个twin打hippo 大家看这个 应该是非常easy的事情 那hippo小招基本上不造成伤害 那他3的punch还是super effective的 我这里是争取farm两个forplay 就是搞搞死他之后 我还可以用一个forplay打lapras 从这让lapras少farm一点 看我们的血量计算还是比较成功的 好 我们这里还插一下 神奈儿我觉得能够扛住lapras的一下 这个扛住了 这twin就是就是牛逼 是吧 好了等于是这个非常的爽 非常的爽 好 这里我是非常怕lapras 在我发现lapras里面lapras 经常跟hippo组合在一起 这种智能 我的我是非常怕的 我如果没有像这样用雨天泡泡对上lapras 让那个什么 让我的那个twin对上他的hippo的话 我们是很被动的是吧 好 这里把他lapras打的差不多 毒龙可以放了 就不用挡了吧 当然想着就这么想的 用毒龙把它放不下去就行了 呦 结果他换了他的twin 这下子有点脱疼啊 早知道应该还是挡一下的啊 好 在1 1v1的时候他是snarl 就看我能不能奥瑞尼击中他了 如果被他奥瑞尼挡了 我们这把就输了 你看 可惜了呀 早知道我应该挡一下sqlbash的 谁知道他最后是这个twin呢 我已经是不止一次输给过这个阵容了 就是到不是最后三号位是twin呢 看我们打赢还是能赢啊 大家看见没有 那我们当时想的还是有机会的啊 大家看见1v1盾的情况下 咱们直接outranging还是可以赢的啊 好 给他一下 哎呦 结果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说这种叫我说过啊 我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对阵了啊 可以scolbash被他那个serf给骗了盾 scolbash把我打死了 我如果挡了scolbash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赢的啊 可以赢的啊 所以这是没办法 理论上应该打他应该没有偏顿的意义了啊 没有偏顿的意义了 不过anyway啊 下次这都是吸取教训啊 都是lesson 好 这就是一个啊 这就是我们一个有利的对局 这个对局我一般是不换的啊 因为后面两个明显都打不过嘛 虽然 是不一定完全打不过是吧 但是还是啊 而且我喜欢打 第一个都是下的波啊 我一般是保我的泡泡 然后这个直接放歪了波啊 因为呢 他是有能量的啊 他如果不挡他就带人量死了啊 然后 这也是crisella啊 crisella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家伙啊 毕竟他有mooblast 我一开始总觉得用突鹰对付crisella比较好 后来想想可能还是毒龙对付crisella比较好 因为mooblast毕竟是中性伤害 好 这个垫泥巴鱼也是一个听到的偷疼的一个家伙 不要紧不要紧 咱们把垫泥巴鱼给勾出来用几天泡泡收掉还是挺好的 对方的这个时间也掐得非常的精准 毕竟是大佬好 好 打不死 好他换人了 我自己决定先给他一个variable 然后再换上我的毒龙 啊 没有啊 咱们直接逼他把能量给扔出来啊 啊 一 二 讲起来这是gwasnod 他两下就mooblast 就mooblast 我defence drop了 所以我就直接退了 这一个defence drop的是致命的 肯定是 打不赢的了 这把是可惜了 这打到一个三胜两负 但也可以了 能出水就行了 这最后想要是运气不太佳 不是三两 是两胜三负 两胜三负 运气不太佳 因为我看人抓虫以为是三胜两负 但是没关系啊 总体来说 用这个阵容 我一般都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不过运气不佳 如果当时我的attack不用没有drop的话 咱们还是有希望的 然后就看这个骗盾 猜对方是不是骗的运气了 虽然我第二个 最后一个赛的运气 不是特别的好 但总之出水分数2323也还行 也还行 总之这个阵容 我是一直用的比较愉快的是吧 从这个rank10开始吧 对 差不多乱个10开始 就开始用这个阵容 基本上就不换了 甚至我小爱的小号 都开始用这个阵容 就是没有雨天泡完用水盐规 非常的稳定 即使碰见了奥巴马Snow 但是奥巴马Snow 也是天气球消露的受害者 大家看见没有 咱突鹰 独龙 是可以顶着他的这个 顶着区别effective的伤害 把奥巴马Snow给干掉的 尤其是突鹰 所以突鹰一定要带L-slash 独龙一定要带outrange 因为鬼 鬼的数量远比先的数量要多 再remix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爬分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